政府向立法会申请追加港铁沙中线超资大约100亿剥款 不包括港铁项目管理费13亿几 政府在立法会接受质询事表明不会支付 有潘耀星报道 沙中线超资港铁股算近122亿 当中13亿几是港铁管理费 但政府反对比认为项目没有重大修改 所以追加大约100亿剥款不包括管理费 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 议员多次追问管理费是否一定不用付 政府是否站硬 无论都不给港铁了 政府是不会为额外的项目管理费用负1分1毫 如果日后有任何特殊情况出现 而有一个法律的一个指示的话 那我们也需要跟从 为了推进这个项目 港铁是会继续出这一笔数的 你这里说本着诚意进行初商 如果初商不能够回来又找我们拿钱 因为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现在言之上早 你为何拒绝封顶 是有信心在这个预算之下完成有关的工作 因为疫情的转变是相当转变得快的 所以我不希望在这里做任何的转变 港铁的疫情影响 港铁说包括内地工厂延上年价 内地回香港的工人要检疫 海外工程人员不想来香港都影响人手 不利沙中线工程 但是港铁仍然维持过去段 2022年首季通车目标不变 有线电视记者 潘耀昇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